幫助自己 所以各位平常可以布施一些米給鳥吃 布施一個糖果給螞蟻吃 那你就會很快改變命運 甚至各位要喝水的時候 都可以先做供養跟布施 水拿起來會念供養佛陀 然後呢供養完以後 布施幾滴水 少在樹下或是陰陽地方這樣布施 再來要喝之前 也可以供養師父 供養爸爸媽媽這樣觀想 然後自己來喝水 那你就做了很多功德 所以佛陀說 要把所有生命都當作自己親生的兒子 來幫助他 那你會得到生命最大的快樂 在斯里蘭卡可以看到最大的螞蟻的房子 因為我們斯里蘭卡人民了解佛法 連螞蟻的房子都不會去破壞 那你將來生生世世有很大的房子可以住 我現在要念幾個佛陀 可以加持我們健康發財的咒語 希望大家都健康有錢 然後各位等一下可以觀想這個水 好像灑在你身上 你可以健康 水又變成錢黃金 灑在我們家裡 那無菩傲法條 菲莎 金 滿智能生天 dele 新年 祝大家健康发财 快乐 阿弥陀佛 我们有个一位 阿弥陀佛 我们有个人心里的知识 阿弥陀佛 我们有个人心里的知识 阿弥陀佛 朋友们 尊管和 尊力的居民 都感谢你们 你身在天堂 给别人一份爱 你同时悲观爱 给别人一心 点滴关怀 都是消融冰霜的 小小火种 微微善行 都是吹散 燥热的和风 整滴细雨 都是让苗架 茁壮的甘露 慈悲无限 爱撒人间 愿佛法的慈悲仁爱 呼唤更多的世界和平 人间和谐 愿我生生世世 风行山法 愿我生生世世 光心里他 愿我生生世世 像佛陀一样 无处不在的酒吧 垫满虚空的独华 愿我生生世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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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唤不在你 相佛陀一样 作词 的伍不 inc 学校心 恢复岸世界 恢复岸世界 Cin summer 中文字幕——YK 在斯里兰卡慈悲行中 师父特别来到吉里诺奇村关怀和护身 当地军官和居民们热烈迎接师父的到来 在海涛法师的号召下 来自十方的善念护持 在此救护两百头牛 并在不得伤害牛只的前提下 将牛交与村民照顾 海面成为大海的庄严 先自断坐与练起 首先 我们爱各种的人 我们人也去爱动物 这个就是真正的和平 所以我信仰过基督教 现在我做一个佛教徒 为什么?因为动物也像我们的父母一样 所有的人都是我们心中的佛陀 这个观念很重要 我的母亲 从小就跟我说 我们都是喝牛的奶长大的 所以牛也是我们的母亲 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吃米饭 牛帮我们耕田 我们才有米 所以我们要感谢牛 特别在这个地区 听说老百姓都信印度教 印度教把牛当作神 太好了 因为我们把牛当作父母 当作佛陀了 我是一个素食 没有吃肉的人 因为佛陀告诉我们 每一个动物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所以我们也不会吃它 还要救它的命 所以今天就像我们拜托各位 照顾我们的妈妈一样的心情 要感谢各位照顾我们的妈妈爸爸一样 这个世界我们不怕灾难 不怕战争 就怕我们人类失去了慈悲心 这个世界就完了 所以今天我来到这个地方 看到很多将军军人 希望这个世界将来有保护 动物的军人 保护爱心的军人 不是打仗的 是要保护对方的 那我想我们成为一个宗教徒 就是保护生命 保护动物的军人一样 所以真正的敌人不在外面 我们的贪心 我们的生气 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能够消灭你内在的敌人 不要有欲望 不要生气 你就可以展现慈悲爱心 去保护所有生命 最后愿大家懂得 爱护自己 保护自己 进一步保护别人 保护其他生命 谢谢 所以 牛在这边 可爱的小朋友在这边 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念 欧妈尼 当你念欧妈尼 代表心中有这种和平的爱心 爱所有的生命 心里不会生气 当你念欧妈尼 的时候 佛陀就在你的心 上帝就在你的心 神就在你的心 所以你充满爱 所以地狱 鬼道 都可以离开痛苦 当我们念的时候 整个斯里兰卡 充满爱 充满和平 世界 没有战争 没有生病 没有痛苦 当你念的时候 你要看到你的妈妈 用这样的心来看到 所有的牛 所有的人变妈妈 现在这些人要念 诺人说他们永远会麻烦这些牛 出生到众生 在人间经历无法想象的痛苦 由于不报的浅薄 常面临饥渴 常感恐惧的业果 但和人类一样 面临生命之为时 同样会嘶喊 闪躲 身心承受着无量的痛苦 世间少一个友情的杀害愿仇 也就会少一份斗争不平 谁能救护一个贫死的生命 谁就能得到多生 储货无央 诸事成祥的安宁之福 一切众生最真护的 就是自己的生命 将他从死亡线上拯救出来 对他来说是最大的恩德 戒杀放生 是佛弟子的本分事 也是圆满成佛资良的巨福圣行 战争中最无助的就是孩童 一场场兵戈 造成了多少失去父母的孤儿 在激励诺奇村的关怀活动中 师父带领大众带来文具物品 分享给150位孤儿 他们都是父母在战乱中往生的学童 随行大众都把孩子当作自己的儿女一样关怀 希望能在孩子们的生命中 带来一道暖阳 或是一阵润雾的细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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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随喜护持台湾燃灯功德会 画播账号5032-3858 5032-3858 护名台湾燃灯功德会 大家好 我是防疫医师詹沛君 廉价结束后防疫勿松懈 自主健康管理14天 共同降低传播风险 廉价期间曾前往人潮拥挤的景点或场所 因自主健康管理14天 外出时请全程佩戴医用口罩 在家时请维持社交距离 若身体不适请在家休息 若需就医需佩戴口罩 请勿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经医师评估后进行裁检 在确认结果前请留在家中不可外出 即使检验为阴性 仍需自主健康管理14天 若无出现任何症状 可正常生活 但请避免出入公共场所 急延后洗牙等非急迫之医疗 请国人配合防疫 共同团结 守护家园 保护生命 普渡众生 静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